運動天王 扳不到的考驗 瑪莉歐奮力一搏 能成功嗎 預備 去 不好意思 你很會 你來弄 你來弄我分一半給你 好不好 你來弄我分一半給你 我要300 加200 30分 200 2百 去 不要不要去 答題腦筋狂蕩機 潘若迪怒對瑪莉歐 答案是3 1 一不做 二不休 第三個選項 二不休 二不休 你剛剛 一不做 二不休 你真是個白癡 大家都叫著二 就你還滿一不做 二不休 反而無相不成理 我現在才想到 一協大聯盟 歡迎收看 一協大聯盟 凡事太近 緣分必定早近 凡事做得太過 人生一定錯過再錯過 來 想不到我們豪平一開場 就這樣文粥粥的 但觀眾朋友們不知道 有聽有沒有懂呢 我用現代人的話 來解釋一下 簡潔有力 三個字 過頭了 對 很多事情 你只要做過頭 一定會有傷害 像是如果 熬夜熬過頭會傷什麼 傷肝 重訓做過頭了會傷什麼 傷關節 如果演戲 尤其是演戀愛戲的時候 演過頭了愛上了別人 會傷什麼呢 傷感情 不是 要開始商量了 商量什麼 小孩要歸誰 房子要歸誰 還有剩下的財產 敢不可以不要 怎麼了 發什麼事 我老公最近正在演感情戲 我有看 真的是很榮耀家族的一個事情 總而言之 任何事情做過頭了 都會讓人很煩心 我們來聽聽今天來到現場的 三位來賓怎麼說 首先歡迎潘若迪老師 鹿瑤 她可吃馬力 她跑久了 一定會沒有力 日秋 不要生氣 休息一下 再繼續 請接著歡迎夏宇童 熬夜傷身 小心累化身體 被鬼抓走 可怕 最後歡迎馬力歐 有事情簡單聽 免得傷身又傷性 歡迎 接下來繼續歡迎的是 我們的專家群 首先歡迎美加疾骨神經科的 黃露醫師 還有諮商心理師 余佳蓉心理師 余佳蓉 電視劇前的觀眾朋友 只要跟著我們節目 一起答題上 《醫學大聯盟》粉絲頁 就有機會獲得今天的精美好禮 而今天的精美好禮又是什麼呢 今天的優勝者可以得到的是 法國松樹皮營養錠 關鍵靈活果凍 以及100B益生菌 大家要加油了 邀請三位來賓進入答題區 GO 首先第一位答題者是 我們的潘若迪老師 來 老師 請選一個號碼 好兵來了 是的 123456789 不是 這裡 是哪個題 阿拉伯說是大家懂 這裡不是幼幼台 123456789是C12 要選哪一個 對 我們問你 你問我 等一下我擲個杯好了 5號 5號 快一點 5號 5號為什麼提醒呢 5號 爸媽管過頭題 是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爸媽就是要管 小孩才會聽話 但是管得太多 到底會不會管過頭了 也會有自己的問題 到底這題要問什麼呢 請問 在你做答以前 我們先來問一下我們的心理師 拖延症是什麼 怎樣才叫做拖延症 其實拖延症的意思就是說 我明明知道我今天有一個 具體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目標已經出來了 或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已經出來了 可是我放在旁邊不錯 但是要做一些 我們平常 可能不那麼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 我們今天大學生要做報告 然後今天就已經是截止 報告日期了 然後早上還打開手機看一下 以為自己在查資料 然後到中午我想說 沒關係 很餓 先去吃個飯 單選了火鍋 吃三個小時 但是那個事情就拖在旁邊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拖延症 其實有 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人 都會有 很多 對 要半斑 潘老師覺得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Yes 對 Yes 潘老師的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恭喜 答對 對 一定 余佳 謝宇斯 大部分如果被爸媽管控 很嚴格的話 我們其實 有 表面上很難反抗 所以我心裡就會想說 反正如果我沒有辦法反抗的話 我就給他拖吧 這是一種他表達抗議的方式 因為他無聲的抗議 這唯一只有他能表達的方式 當然除了 爸媽管控很嚴格以外 還有其他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因為他很想要把這事情做好 可是他一開始 不知道怎麼開始 就會很有可能拖延 第二個就是他 害怕最後結果是不是 不如他預期 或是失敗 所以他一直沒有辦法開始 因為開始了就會面對 靈缺污染這樣 對 沒錯 所以總共大部分 會有這三個成因 我就是那種被拖延症弄很久的人 因為老爸管我實在太嚴格 所以你有拖延症 對 我會有拖延症 那個時候 可能在學校那個時候 去面對那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點不太敢 我沒有安全感 就因為被他 被老爸管教那個方式 被他老爸 被我老爸 那個時候眷村小孩 都是很多老爸的 對 你一家罵 罵了覺得沒有罵得精確 另外一家會補進來罵 對 這家在打另外一家幹嘛追 對 是會這樣子的 所以他們會比較 所以我們就開始就覺得說 好像做什麼事情都會被罵 在學校裡面就會開始有一點 會畏懼的說 就躲了 畏畏收縮了 對 我覺得這個很不好 其實像我媽也是很愛管 而且媽媽管女兒 通常都是管回家的時間 對 然後我每一次 譬如說五點放學 我媽媽就是那種 七點我沒有 她沒有看到我坐在餐桌上 報警 她就是會瘋狂打 沒有 就是先連環Call 奪命連環Call 但是也有報警過 就是有一次 因為以前的手機 你知道都要帶兩個電池嗎 我沒有帶就沒電 對 沒電 我有一次跟同學出去玩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手機沒電 然後也玩過那個時間了 晚上九點了 我後來回到家 我媽是整個崩潰 是哭 然後她已經去報警 但是因為沒有過24小時 不能報警 不送禮 我媽是整個崩潰 然後門是開的 因為還把親戚也叫來家裡 說要去接 有沒有這麼誇張 真的 親戚叫來家裡 立坦勢收縮 立坦他那個禮裡面 少那麼一個人是很重要的 很誇張 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那我確定我真的管得還好 我差不多十點才會打電話 我十點才會打電話 而且我覺得通常 會被這樣控管久了之後 你會忍不住想要撒謊 像譬如說我跟我同學 就是出去我覺得沒什麼 可是因為我媽媽 她反應太大了 我就會覺得 我是去圖書館 說謊比較快 對 其實我也不是做什麼壞事 但就會覺得好像這樣 就比較不會被罵 不會怎樣 省得麻煩 妳也懶得去解釋 沒錯 就不要再講那麼多 我一講這個 妳又要問東問西 那乾脆我就給妳講一個 妳最安心的方式 對 沒錯 恭喜潘若迪老師 第一題就答對了 有 3 可以聽我們的 一雪百寶蝦 同盤 準備了 來 輪到你剛剛 一直想要那個板子 有看到嗎 妳可以再唸第二次 1到9 1 2 3 4 5 就5了 我們要連線是什麼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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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了 謝謝 同一時間 沒有 一雪快 不要急 沒有 我們還有加更高分的 接下來換我們的宇童來答題 我選1好了 漂亮 1號是什麼題 請呢 好 飲食過頭 是的 一個人的胃填入了一半食物 就足夠一天所需了 如果過度地吃 可能會增加身體的負擔跟煩惱 疾病更容易上門 請問 摊餐吃太飽會害激素增加 提高骨鬆機率 Yes or no 我覺得 我先選對好了 妳先討論一下 要先討論 這麼急著選 因為我自己是 曾經我有過 就是吃飽 飽到 因為我前陣子生日 然後我就後來 我就腸胃炎 為什麼 吃太飽 就吃太飽 然後坐姿就是 可能坐姿又不好 然後就餵食 太絲一樣 餵食到逆流 然後或者是有點 可能吃太飽 哽到那個 妳叫什麼 橫膈膜 橫膈膜 那個燒飽 橫膈膜滿貴的 你們到底是吃哪些東西 好吃 我說我的 那麼硬 頂張 可以頂到橫膜膜 橫膜膜又靠近心臟 所以就再頂到我心臟 通常頂橫膜膜是 哈姆立克法 橫膜膜跟心臟是一起 他比妳的懷孕的時候 不頂到頭頂 對啊 好 好 繼續 然後呢 還要反出 我講不出來 反正就這樣 我講完了 我也沒什麼好講的 太生氣了 好 余童妳的答案是 有4好了 答案是 鴨胃 骨頭 一興南山 這個 她的答案是Yes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妳的答案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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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機制是什麼 我們吃太多東西的時候 這邊提到激素 它是什麼東西 是甲狀腺 是甲狀腺的激素 所以它這個甲狀腺激素增加的時候 它會造成我們的骨骼 當中的鈣質流失的 比一般還要速度還要快 所以就會造成 我們所謂的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這件事情 是跟關節有關係 就是我們的身體 骨骼關節肌肉 如果當你吃很多的時候 比較容易出現肥胖 然後脂肪增加這些問題 脂肪增加的時候 就會造成我們心血管的負擔 所以包括糖尿病等等 所以它就會有一連串的 這些副作用 但如果是單純物理上面的機制 當你的身體體重比較重的時候 對我們的負重關節 就會造成傷害 所以就會出現所謂 退化性關節炎 就是像骨刺這些問題 所以它都會在負重關節 譬如說膝蓋 腰椎 頸椎 這些部位 然後也會出現一些負擔 聽說是真的好像你吃東西 你可能吃到 你感覺七分飽是你已經全飽的狀態 其實就夠了 剩下的三成是快樂 你吃的是快樂 可是在七成左右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足夠的營養都差不多了 恭喜彤彤 答對得到100分 恭喜我們可以選白寶箱 來 希望你選個更厲害的好不好 選個七 七 幸運七 要不要改 相信直覺就差 就是七 漂亮 來 恭喜七號是 一分 好 那基本上我根本就不用了 只要有人拿500分的一起 你是不是又回家了 走吧 又回家了 你們兩個怎麼這樣子 接下來換馬哥來答題 最高分沒了 來 馬哥 七 七號是什麼題型 努力過頭題 剛剛前面有講 可能努力過了頭 有些事情也會造成傷害 像運動過頭 不懂得要休息保養這些問題 像勞動部 其實它就有認定 核准174項的職業病 以職業醫學科的門診來說 最常見的是肌肉骨骼的疾病 所以是重複性的動作 或是不當失利 負荷過重 悲太重的東西 導致了傷害 所以請問 哪項職業罹患退化性關節炎的風險性較低 1 牙醫 2 冰藏業 3 跪結 各位有沒有發現 冰藏業跟跪結 它們都是佔的比較多 牙醫是做的 如果依照這樣子看 我會選 牙醫 牙醫 因為牙醫是做 它是這三個職業裡面唯一做 它有的時候也會佔起來 但是冰藏業裡面 因為如果說真的要禮儀式的話 它用佔的 可是如果說剪骨那些 那你說後面要埋的 那個埋的就 那個也不算計 埋 沒有人家埋 就推進就直接 拉花 然後 然後放 所以冰藏業是有在 有在運動 所以冰藏業不一定是禮儀式而已 是不是 沒有 這個我們不要講得複雜 可是貴姐她就頂多就是 我幫妳拿這個東西 她頂多 她是有活動 可是牙醫是坐在椅子上 就是 不要叫 不要叫 好小 誰的牙醫 誰的牙醫是這樣子 我的答案是 堅持 依照這樣分的話 我會選 沒有意思 好 再給你一次機會 馬哥請坐 你不要給牙醫一次機會 好 我選 有第三個選一個 真的 快點 認真地答一個 因為現在中間有人拿了500分 對 你沒有拿就很尷尬 所以我直接告訴你 你一開始選了牙醫是沒有的 對 依沒有 另外兩個 你選一下 來 馬哥請坐答 2 冰藏業 對 還有她的答案是2 冰藏業 所以答案是否正確 答對了 這樣子 你要怎麼光榮 你這個放水工作 你一定要怎麼光榮 已經 家裡都浮起來了 來 我們請到黃如玉醫師 恭喜馬哥 恭喜什麼 好 恭喜了 你這句恭喜 帶有很大的績笑 好沒有靈魂的恭喜 我們會看到這三個選項 第一個牙醫 牙醫其實是在醫事人員當中 他們頸椎出問題的比例最高 因為都是 因為一直低著頭 對 然後就像馬哥剛剛提到 就是都坐著不動 坐著不動這件事情 其實會除了頸椎這邊的傷害 然後再加上腰椎這邊的傷害 所以他們出現退化性關節炎 這樣子的問題的風險是高的 好 再來是貴姊 貴姊的部分 其實多半都會是站著 站著的時間很長 其實它最大的問題是 它站著以外 它是穿著相對比較高的高跟鞋 高跟鞋 所以是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會出現 腰椎這邊的受傷 這些負擔 所謂殯葬業 因為他們其實是會活動的 他們並不是站著 就是很久的時間 有埋的 然後有那些放放的 對 我們剛剛都有看到 又不是單一行為 所以就是這些活動 其實就比較不會 對我們的骨骼關節造成傷害 就像她醫師也講的一樣 我那朋友確實是 弄完我的牙齒之後 人也變了 真的 變得有名了 這要搞很久 你不要覺得它這樣一弄 就要兩 三個鐘頭 三 四個鐘頭 對 它要看得很仔細 所以它就開始 脖子也痠了 手也開始抖了 因為它就是有一點 它有一點可能就是太久了 每一天要這樣弄 弄時間太長 姿勢太多 對 姿勢它就一直這樣 但它還是有站起來 它有站起來 然後自己在那邊這樣伸個藍腰 後來它又回來 對 它會這樣子之後 所以我就覺得它很可憐 每一天都這樣 而且一天有十幾個病人 你不要看我的牙齒 牙齒這麼白 怎麼樣 一個禮拜有11個人去裝這個牙齒 一個禮拜有11個人去裝 Roddy白 R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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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說我的名字 R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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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的吉他手 朋友他一開始是先手腕 會最先發炎 對 然後其實我一開始在練吉他的時候 第一年的時候 就是你很認真 過度練習的時候 也會 其實手腕這邊是滿容易肌腱 就是會發 肌肉發炎的 發炎 那久了之後他其實就會變成 是一個很像慢性 就是他就是 時不時就會發作 痛一下 所以你常會看到他們表演的人 會帶一些像是護腕 還什麼 再來就是他們的脖子 那個手肘虎有沒有 不是 手肘虎 那是防身用的 那個不是 不是 那不叫植物 那皮克 那叫什麼 皮克 植物是啥家用的 那個手肘虎 哪一個 哪一個其他手會這樣 皮克 繼續講 反而故事是這樣 要怎麼繼續 他怎麼繼續 我不可能每一次分享故事的結尾 都最後都是 就是這樣 就結束了吧 故事講的 我們就懂嗎 每一個工作行業都會有實業傷害 炒熱炒的也會 這個折一直炒 對 像我女兒練那個小提琴也會 也是會的 一樣是手腕 對 我們講話用的也是職業病人 對 身帶又不舒服 好 我要選號碼 對不對 對 馬哥恭喜你 也進入音學百寶箱了 連線 連線 9 9是不是 9你完了嗎 要不要改 不要改 9 你有4個屁 就9 你剛剛想要哪 要不要換4 你想要4或9 那你剛剛講9不好 其中有一個是300分的 那就4了 對 好 來 你要4號確定 恭喜馬哥 你就是 而且你這樣子 還讓下一個人就可以直接 選到那個300分 對 直接送一個給人家 好 沒關係 第三個9我都不要選 還有1號 為什麼我不要選 為什麼我不要選 接下來就換潘若迪老師來選了 9號 不是這裡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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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潘老師 你真的很討厭 我的幸運號碼 什麼 誰知道 誰知道 我的幸運號碼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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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過頭題 運動過頭題 那你專業的 是對不對 其實剛好這個奧運也是結束一次 一段時間 登上奧運的所有選手們 都是千錘百練 但是因為千錘百練 身上都會有很多的傷痕 像是什麼跳躍膝 柔道爾 划船之類的 都是所有英雄奮戰之後的印記 沒錯 像是我們現在台灣羽球的林陽佩 拿下二連霸的金牌之後 全台都有羽球的運動風險 其實掌聲鼓勵 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台灣之光 但是因為大家都封羽球 可能有一些羽球的相關職業病冒出來 請問 羽球打過頭 最容易有哪項運動相差 等一下 什麼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場有一位自稱 以前是羽球隊的來賓 他是下雨的雨 你已經搞錯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他來示範一下 好 你在念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不知道這些題目的動作是怎麼樣 有拍子嗎 有 來 拍子 第一個 弓箭步擊殺的吸關節傷害 球 你忘了拿球 弓箭步擊殺 真的 所以我們要練這招練了多久 雖然到四點了 沒有 第一個 弓箭步擊殺的吸關節傷害 弓箭步擊殺 這樣子 打球 第二個 右球 反拍的網球走 譬如說這是網子 對嗎 一打 你不要打 我 好厲害 這怎麼講都行 帥 第三個 後仰跳殺的追尖盤突出 加上看到信用卡的帳單嚇到 好難 沒有 就前面放小球 放到小球之後 他就跳高 往後 往後什麼 往後跳殺 這樣子 正牌突擊 另外一次 跳殺是 好 給馬哥一個掌聲 給馬哥一個掌聲 很久沒打了 但是其實家綺也在打 沒有 沒有 我哪能跟你比 馬哥 來 要不要跳投了 不會 快點 這個太簡單了 好 想當初 我也是羽球隊的 這個東西是 最直接的就是 一 弓箭步擊殺 他的關節就會有問題 對 因為這種工作 你不能直 你也要做 你絕對不能 你不能直接 你是不可以這樣 你怎麼看人家西洋箭 為什麼要西洋箭 我們打的每一個方法不一樣 你知道我們打羽毛球 最厲害的點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我們的節奏感是最好 因為每一球都打在拍子上 就像你跳舞一樣嗎 是的 其實你是 閉嘴 你是會打羽球的 我是會打的 開玩笑 跨下棋球 籃球的方式在打羽球 我真的是會打 你打到了 你怎麼知道 你 沒有那麼容易打到 你還好棒 很好 好痛 好痛 我是真的會打球的 她是會打的 在基本上我知道 潘老師 請做答 弓箭步 擊殺 傷到關節 好的 潘老師答案是1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搞定了 所以妳可以遇見了 好 9號 等一下還沒 等一下 我不管 請到黃如瑜醫師講解 好 黃醫師 我們在打羽球 大家會想說 那個羽球很小 很輕 所以對身體的傷害不會很大 可是其實不染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弓箭步的動作 它叫擊殺的意思就是 你本來在一個方向 然後結果要停下來 所以叫擊殺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膝蓋 它基本上是一個方向的關節 這個動作就會讓我們的膝蓋 產生比較大的傷害 很嚴重的時候這個拉扯 甚至會讓我們的韌帶 是會斷裂的 所以就是這一些動作 簡單地來說 對膝蓋的負擔會很大 另外就是在打羽球的時候 我們知道是單邊用力的 一個動作 所以對於肩關節的負擔也很大 所以久了之後就會出現 就是所謂的旋轉肌腱的 這樣子的一個扭傷等等 然後這裡面也有提到 這個網球軸就是反拍 反拍這件事情這個肌腱炎 這個也會對我們打羽球的人 造成傷害 然後還有椎間板突出 我們在往後養 要很用力的時候 這些跳躍會有很大的壓力 在我們的負重關節 腰椎這個地方 就會出現一些傷害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小看 這個羽球 因為羽球的運動傷害 占所有 雖然比例只有5% 可是大概有 83.8% 都是輕傷 就是不知不覺 你沒有什麼感覺 你以為運動完了之後 這邊酸一點 那邊痛一點沒關係 其實是受傷的 其實已經受傷了 所以它那個是小小的傷 慢慢累積起來的 所以在打羽球的時候 還是要呼籲大家 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經感覺 譬如說運動完之後 你的關節有一些脹熱感 尤其是你到晚上都已經休息很久 脹熱感都還是存在 可能你就已經開始有一些微受傷了 要特別注意 我的爸爸媽媽 我爸爸是國家裁判 有 我爸爸今年 我爸今年79 80歲 所以他是領國家裁判之招 我媽媽和我爸爸 已經打了將近35年的羽球 而且他是一個禮拜打6天 禮拜天休息是因為球管沒開 所以有很多動作 其實現在 當下醫師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在很多 在受傷的過程中 我們並不知道 可是到年紀大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潘老師跟我 我們有時候在胡鬧 可是潘老師說 馬力歐 你不要看我現在這麼 這麼 這麼壯 我每天花多少時間 有很多的 潘老師說 其實我也不避諱的 他有一些傷害到 所以他現在 他想辦法去 再來補強 再來恢復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我現在也是因為 都為他耍帥 都是 其實實際上不要這麼平民 因為也沒有那麼帥 所以其實就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動作其實比較 務實一點點 而且 他來很難了解 帥 不是重點 因為我有朋友 他就是在四年前 就因為奧運的關係 他就是也開始 他也在封打羽球 但我朋友現在不能打羽球 因為他椎間盤突出 椎間盤突出 而且他一開始是後來 應該是說他也是像醫師 剛剛講的 就是他一開始可能只是痠痛 然後他就沒有去理會它 然後等他發作的時候是急性 你知道急性的椎間盤是很 就炸裂 痛的 對 站了不是坐了不是躺了 然後後來花很久的時間 都在復健 尤其是我覺得很多人 一般人他們長時間 就是可能自己去亂打 可能姿勢也不對 不像馬哥這樣子 怎麼樣 不要胡鬧 剛剛醫師講就是 在急性的驟停之下容易受傷 還有我們剛剛打羽球的時候 你看到有人就這樣 對 這樣 錯 這樣不行 力量要 讓他在這邊散掉 對 就是你不要 這個都不 不能用打蚊子的方式 是打蚊子 錯 就是拿電文拍不一樣 這樣會造成傷害 這個會受傷 所以像打高度也是一樣 對 我覺得最好就是 這是真的 如果 你自己怕他出來有什麼幫助嗎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這麼尊敬馬哥 真的 所以你講那個也沒有用 好 來 預備氣 你又打到人家 我還在Cue人家預備氣 預備氣 我講完了這些 對 他這樣講到其實也對 就是他這樣去復健 就是去復健 對 復健 對 他講這些真的都對 我跟你講在場的各位 沒有一個運動傷害 比我還多的 對 只是我沒有讓你們知道 我運動傷害 但我要懂得去怎麼樣保護 很多 你看不出來智力嗎 智力 智力 智力是一個 因為你要記這麼多的舞步 對 你看 我每天 我從我一起床到現在 我今天早上7點鐘 你問他 我在哪裡 重訓 我在健身房 每一個運動員 他都會受到一些所謂的 職業傷害 是 任何的行業都一樣 騎腳踏車 腳也膝蓋也受傷了 對 做重訓的 手臂也受傷了 有很多的手打不起來的 胸肌變歪了 腹肌什麼 腹部核心都會受傷的 不會受都不會 對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知道他 受傷的原因是什麼 點在哪裡 那你這樣 好不好 你知道 你明明知道這個東西會受傷 那你為什麼還要朝那個方向去 對 我常常講 老了就養醫生 對不對 我是從一剛開始就知道保養 所以這一陣子 你看 這一陣子沒事的嗎 Energy又可以 我們出了一個什麼 16多 我不會騙你 那一陣子是因為什麼 我的工作平常量 是因為真的夠大 所以因為這個動作 因為這些事情好像 每一個人都覺得 你應該 老師 你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你現在走到亂 你都很怕聽到那個音樂 對 你就超怕聽到那個音樂 對 你聽到音樂 那你怎麼辦 就必須要跟著大家玩 因為學生會說 老師 你要跟上時代 對 我想要流行的東西 對 我請問一下 你沒有好膝蓋 你怎麼蹲 你一直說 你瞬間聽到音樂 你可能會有反應這樣子 這個 好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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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噸 其實我很想再繼續 因為今天價錢只能到這邊而已 好不好 就這麼多了 好 對不對 好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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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沒有好膝蓋 你怎麼敢這樣玩 真的 我跟你講 胖老師雖然照這個年紀 但我永遠是會知道 怎麼樣去保護自己的膝蓋 保護膝蓋 好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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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難 他真的很強 他們很厲害 好強 真的好厲害 好膝蓋 來 黃醫師 來 一起來 一起來 我們兩個坐在那邊這樣 我最肩排會突出 這真的沒問題 而且胖真的超敬業的 只要聽到這個音樂 就一定必跳了 帥起來不聽了 好 來 我們休息20分鐘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 觀眾朋友 剛剛你看了那麼多 你要記得 胖老師平常保養 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說真的 鐵不練不成� 人不練你就不健康 那你怎麼樣為了吃 自己 讓自己要保持一個健康 我選擇的東西 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 但對你而言更重要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因為我幫助他 我幫助他 真的 瑪莉歐以前蹲不下去了 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你看 音樂請下 現在是先去 不用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好可愛 好可愛 他們給我的價錢 我要跳完 為什麼你給他比較多 不是 不是 是他價碼比較低 對 他們給我的價錢 我要跳完 他可以跳12下 觀眾朋友 我跟你說真的 我是在幫助一個人 因為他是我好兄弟 好哥們 我其實告訴他 怎麼樣去保養你自己的膝蓋 你的大腿 尤其是增壓你的股勢頭 跟股二頭 很清楚 這個很重要 怎麼樣可以維持你膝蓋好處 我告訴你是什麼東西 我讓你看一下 待會兒你給我吃 你給我吃吃看好不好 你給我試試看 太棒了 老師有帶來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為什麼大家都一定要在這個時候 都把東西拿出來 一直到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才會想要把東西拿出來 我總覺得是這樣子 能夠幫助所有周遭的朋友 多一天是一天 是 你總要知道現在 什麼東西對自己身體 是真的有幫助的 我今天這個東西平常 你隨手都可得 也都買得到 它叫做 關鍵靈活果凍 你不要看它這些東西 就像我們現在桌上 你們看到了 想要拿對不對 對 剛才你的十六噸沒有做滿 所以你現在只能用看 他做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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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做六下 他做十二下 可是他價錢低 對不對 那更要補給他 那沒辦法 看你這麼辛苦 等一下你們先拿一下 今天我再慢慢地告訴你們 這是什麼一個好東西 謝謝 其實這個東西你看 你拿到手上 你會發現它軟Q的 對 果凍 那種感覺很舒服 感覺就很舒服 就是一種 就像軟糖一樣 它可以維持你健康的環節 我們說其實 老師你吃這個東西 到底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對 這個成分超級重要 對 我們應該大家都聽過說 葡萄糖胺 有 有聽過葡萄糖胺 有 也有對不對 都中了 二型的膠原蛋白 很重要 對 鳳梨酵素 有 是不是也有 但目前接下來這個東西 你會覺得很質疑 它叫做 貓爪糖 萃取物 你不要光看這些小東西 光 跟我們的 玻尿酸 它裡面是 就是說它的成分特別地高 你光一個 葡萄糖胺 它就有1000毫克 玻尿酸 500毫克 好多 它就可以直接讓你提升 你的很順暢的靈活感 是 這就是會非常非常地有感覺 對不對 我也有一個問題 你會 現在秋天快要到了 這麼高激量的葡萄糖胺 跟玻尿酸 是不是對疼痛特別有幫助 這個葡萄糖胺 它是對我們的身體能夠 刺激我們深層膠原蛋白 跟蛋白聚糖 玻尿酸它本身是一個 很負高度的吸水性 跟年代性的物質 所以它當我們進到 我們身體的關鍵部位的時候 它不只是像潤滑劑一樣 它更能夠在磨損的時候 能夠緩衝 衝撞 碰撞這樣子的作用 所以當我們補充 1000毫克的葡萄糖胺 跟500毫克的玻尿酸的時候 你就會更有感覺了 除此之外 它還有添加 還有剛剛潘老師提到的 中南美洲原住民非常流行 用來緩解疼痛的 另外還有 鳳梨酵素 這些都是緩解疼痛 腫脹 可以提升關鍵活動力 跟舒適感很重要的一些成分 所以對於哪一些族群會很需要 就是經常在運動的 運動員 對 長期在運動的人 他可能會有一些磨損 或者是一些上班族 長期久坐 或者是久站 或者是一些 身體已經要退化的 這些長輩朋友 還有就是在家裡面照顧 家事 照顧寶寶的這些媽媽 有些媽媽手 爸爸手的這些人 他們可能 譬如說天氣變化就不舒服 這些人他更需要去做保養 所以不痛不代表不用補充 畢竟很多時候 我們的受傷 都是在無形之間 所以提早顧老本 才能夠養出我們的 靈活關鍵力的方法 是不是 我就跟你說 好東西就一定要分享 但是你吃太多就是太多 你一個人吃掉這麼多包 馬先生 你到底是家裡需要什麼東西 沒有 我前面是T 我前面是三個 三個你知道嗎 我叫做糊爐 叫糊爐 糊爐 你這個有像多嗎 沒有 這是大家吃的 等一下搞這麼多 我吃兩個 他吃兩個 而且我說其實你們剛才吃前 你會發現它有不同樣的口味 對不對 口味很舒服 而且我們對於長輩來講 你知道長輩到了年紀的時候 他很討厭去吞咽那些藥物 對 那個就真的很麻煩 那你如果讓他覺得 很順口 要好吃 又很順手 又好吃 就像當零嘴一樣 長輩是越活越回去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越有那種 童敏之心 他就會想小朋友 這個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凍一樣 我說真的 好吃 最好吃的就是 對 它就是 淡淡的梅子味 梅子粉的味道 像是它不會太甜 潘老師每次都會 分享自己覺得好喜歡的東西 對於我來講 是在我生活當中是 有絕大的一些幫助 當然說其實這些東西 都是比較 也不會有什麼 有些三高的人 他都可以吃 你不用擔心 因為他沒有人工的色素 沒有人工的香料 然後又健康 當然我們說這種 不只是運動也要吃 在家裡面 平常比較忙的那些 爸爸 媽媽們 你們更要吃了 因為有很多家事 你每天又要彎腰 要蹲起 又要彎腰 要蹲起 這就是 它就是一種 運動過了頭一樣 對 勞動 所以我希望大家 每一天出去 你就平常帶一條在身上 每天一條 吃出 謝謝你 很棒 9號 9號 不要選9號 我跟你講 9號還有上下 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對 我知道嗎 你要不要賭一把 讓他永遠無法翻身 好 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翻身了 你現在是在暗示我嗎 不好說 不好說 你可以試試看 對 你選一個極力的數字 8不錯 發這種 6也不錯 你以為師傅單位會把 那麼極力的數字放得好 我太了解他們這些了 我告訴你 就3 3號 非常適合潘老師 終極加加分 終極加加分 就是可以為你創造 拿更高分的機會 你要給我16分 但是要完成一些關卡 我們來看看 今天製作單位設計的關卡 是什麼呢 你看 馬路了 公開 今天的關卡是紅綠燈 我們直接要玩 這個叫做 一飛沖天一把抓 把沖寶器的氣球放到空中 在它掉落到地面之前 你要把它抓住 你有三次機會 三次之內能夠抓住的話 就有500分 超高的 這個就贏了 500分是不是 對 好的 導播 來了 3 2 還等一下 好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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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分修 導播 再一下 預備 去 不好意思 你剛剛叫導播怎樣 你剛剛叫導播做什麼 我叫導播這個 我剛剛沒有確定 沒有 一次機會沒了 一次機會 一次沒了 沒關係 第二顆 換個綠燈 等一下 他這 這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你才加500分 你太小看他了 老公 吃中飯 不要搖我 預備 他想預測路線 對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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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 差一點 老師有沒有要這麼高 差一點 老師 老婆 你看個六十幾歲的人 在地上跑 老師 你還有一次機會 我還有一次機會 靜看那個真的很白 小心 不要摔倒 對 高一點 你放 媽 你高一點 媽 你很會 你來弄 你來弄我 你來弄我分一半給你 好不好 你來弄我分一半給你 你確定嗎 我要300 300 可以 200 250 我們一人一半 給他300可以 200可以 這這麼難 他300可以 而且有一次機會 你自己都試兩次 老師 你沒機會 OK 好 好 你笑 你抓得到 我就把那氣球給吃了 太難了 你也知道太難 對不對 再給你一次機會 再給你一次機會 再補一顆 沒事 你自己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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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機會 沒有 加油 加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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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的名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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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還沒結束 回去 沒有 沒完 沒完 時間太長了 來 好囉唆 馬哥再一次機會 他如果接到 要不要給他個100分11一下 要不要現在 200 200 200 這個白癡 我 太可愛了 接下來換我們 雨桐來選一個號碼 好 我選12 12 12 12號是什麼提醒呢 愛美過頭提醒 女生 是 愛美是人的天性 但是愛美過了頭 可能會有容貌焦慮的狀況發生 對 甚至會出現什麼身體畸形恐懼症 有 很嚴重 請問 想改善容貌焦慮下戀哪項錯誤 1 告訴自己是漂亮的 2 多照鏡子 3 擺脫獨有儀獨軟體 因為我越看我越不開心 我自己的經驗是 妳這樣看妳還不開心 那馬哥怎麼辦 不是 因為我 我覺得 他們家沒有鏡子 對 他把鏡子都蓋起來了 妳覺得說 應該是要有多照鏡子 我覺得是多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通常照鏡子看自己 都是看自己最在意的那個地方 缺點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我哪個地方 特別不好看 但我照鏡子 我就會一直看那個地方 加強的焦慮 既然妳已經有答案了 來 請作答 2 多照鏡子 她的答案是2 多照鏡子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2 恭喜 答對 我們請到余繡理師 焦慮其實會讓我們身心很不舒服 容貌焦慮的人就是其實會 連瀏海黏在一起 都會照一個小時的那種程度 所以照鏡子這件事情 會觸發她的焦慮的反應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會建議 真的有容貌焦慮的患者 他來的時候 他可以照鏡子 但是必須要限時給自己時間 比如說是出門 或者是我們回家的時候 就是10分鐘的一個扣打的時間 照鏡子 另外兩個部分 其實是肯定自己 告訴自己是漂亮的 這件事很重要 最後其實因為我們現在的 交友軟體 或者是上面的社群軟體 大家大部分會有60%的 六成上面的人 是會被批評外觀的 所以其實多用我們的社群軟體 交友軟體 其實是會讓容貌焦慮的人 更在意自己的外觀 是 你知道我剛剛在覺得這邊 很像那種吃茶店 當然是 潘老師剛剛就這樣 醫師非常地專業 他在那邊 這個 這個交友很漂亮 我說很漂亮 我想說什麼意思 交友軟體 廠商照鏡子 太正了 可是剛剛講到照鏡子 其實有這個狀況的 開車會非常危險 因為你會一直去 一直去 會分析 會不會想要一直看 你又不會開車 你擔心什麼 摩托車有後照鏡 他就是 他不會開車 他才怕被開車撞 對 他就是不會開車 他就會很危險 你總不能只靠測速照相 現在看自己長什麼樣子 真的太累了 測速照相 恭喜 過去還回頭 你會這樣嗎 恭喜宇童大 再得到100分 我已經選白寶珊 來 大家要選一個 所剩無幾了 那 來個大的 選 剛剛是不是有個300分9 沒有 可是豪平說9並不代 他剛剛有說什麼9 可能有好過 9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的 有比9高也有比9低的 所以還是有比 還有比9更好的 那 不是說出了一個500 還有這邊500 就沒有了 還有 好 那我就選2 因為感覺這是一個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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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夏宇童 你可以 氣球 不是 不是氣球 換這個 是從自己拿200分 給分 最低的人 我今天還不夠善良嗎 我跟他們錄影 我還不夠善良 今天一直很急 妳可以拿200分 或者是缺氣球外 沒有 所以他們兩個 比較低分的是瑪莉歐 瑪哥 所以你就給瑪莉歐200分 恭喜瑪哥被宇童送了200分 謝謝 謝謝 有機會 宇童好善良 好善良 好善良 來 瑪哥有機會 來 趕快再選一個題目 9 9號是什麼題型呢 腦筋極轉彎題 這個很簡單 一個簡單的腦筋極轉彎 請問 數字1到9 誰會努力過頭罹患 職業病 1922231 跟一句成語有關 而且不是四個字的成語 不是四個字 是12個字的 六個字的 太多了 六個字 第一個字是什麼 太多了 太多了 你為什麼幫他一直幫 你都中他200分 你還幫他 我自己好好吃 9 我覺得應該是9吧 9 為什麼 因為你說那種 鯉語 你那個是鯉語對不對 鯉語 俗語都有 算鯉語 俗語 給一個字 幹嘛要給一個字 一個字就好 隨便 你們中間都可以 我可以給你音調 好 好 什麼 搶我搶你表現 一不做二不休 你怎麼確定是這個呢 一不做二不休 那這樣的話誰 那有1跟2 對啊 那到底是哪一個呢 哪一個呢 哪一個呢 誰跟那個 那是很厲害 那是1 好強 一不做二不休 還是1 就9 蛤 不是 你有沒有確定一下題嗎 還是一不做二不休 哪一個 等一下想要選那個9話 哪一個數字 哪一個數字 努力過頭會罹患職業病 就是哪一個 是特別努力的 你先確定 你想清楚了 你要選9也OK 只是我們覺得 你的邏輯不太對 你的邏輯過 1 1是不是 那就3號選3 答案是3 1 1不做二不休 第三個選項 2不休 2不休 1不做二不休 1是都不做的 原來是這樣 1不做二不休息 2 答案2 我的答案是2 2 因為2不休 你真是個白痴 大家都知道這2 就你還滿意不做不休 我現在才想到 反正無聲不成理 我現在才想到 你把答案念了六遍 但你沒有選到正確的 你真是飽 因為我不曉得這個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他等一下會選6 2 好 他的答案是2 請問這答案是否正確 對 半個小時之前就知道了 這個我還真的沒有想到 好 來 馬哥 等到100分 還可以進入一選百寶箱 我選9號 同樣 如果是我會建議你不要選9號 好 因為你才有翻身的機會 為什麼一定要 一定要讓他翻身 奇怪 不是 可是有翻身的機會 但也有比9不好的 那你還選9號 我選1 你完了 完了 一不做二不休 你現在就不做了 確定 確定了 來 恭喜馬哥 一不做二不休 白做 恭喜你贈到衛冕者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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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太精采了 馬哥 我們真的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對 真的 裡面真的有很多加大分的 我們來看看 看一下 剛才其實這裡面 除了剛才300分 沒有騙你 對 有一個 你剛才是400分 你分數可以加倍變百倍 就變800了 就變800了 不然你就是可以再加500分 變900 你看 都比選任何一個 都比選一號 都比選一號 沒關係 你今天有數字上 小心 今天的節目非常精采了 遊戲結束 我們來統計分數 好的 令人期待的公佈成績時間 第三名就是 剛剛不小心歸零的 瑪莉歐買個人 第一名 是今天非常努力還抓到氣球的 潘樂迪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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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童很可惜 500分 但是你剛剛送了人家 恭喜 對 所以只得到500分 當霸煞人 恭喜我們的潘老師 可以得到今天的精美好禮 是的 恭喜 看完今天節目我們知道 很多事情做過頭了 傷身又傷心 就像效果做過頭了 搞得我們全場都很累 很傷身 但是恰如其分 才能夠在浮躁的人生當中 找到平心盡氣的自己 沒有錯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健康諮詢 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 帶有笑的辛苦了 辛苦你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